白衣舞者隨著絢麗背板 帥氣舞動 總統蔡英文也親自到場 為金融科技展啟動開幕 正式啟動 金融科技展在29號盛大開幕 展區比去年擴大兩倍 現場聚集了13個國家 240個廠商400間的攤位 就需要讓民眾體驗 最新潮的科技服務 來到證教所攤位 也可以發現有新的服務 民眾可以搶先體驗 在盤中的主筆交易 只要一下單就可以隨到隨搓 我們盤中會進入到 主筆交易的時代 那委託就不用再等5秒了 委託隨到隨搓 那所以我們的交易效率 會變得比較好 而且資訊透明度也會變得更高 比起現在要等每5秒 才有一次成交價 證教所明年3月23號 將推出的主筆交易 不用再等了 能夠隨時撮合秒買秒賣 讓交易更透明更有效率 中還多了兩種的有效期別 一個是IOC 立刻成交或取消 那立刻成交或取消 是你當下 你下委託的時候 當下可以成交的部分成交 那不能成交的部分呢 系統會自動幫你取消 那FOK是指要滿足所有 你指定的一個數量之後 這一筆委託才會成交 原本委託交易必須指定價格 並且要在當日有效 但在未來 不只多了市價能夠選擇 還能立刻成交或取消 以及全部成交和取消 證教所目前正在和周邊單位 以及業者 沿以多項區塊鏈 資安功能的相關驗證測試 在資本市場發生資安事件的時候 也會適時而提供業者相關的資源 為了讓主筆交易實施更順暢 證教所也推出擬真平台 讓民眾體驗就需要提升證券金融服務 以順應市場變化 東森財經新聞 許阿珠 鍾雲瑞 台北採訪報導